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日深夜英超繼續展開精彩的角逐 愛華頓將是主場迎戰阿仙奴 阿仙奴目前發揮出色 而且有數據指出 阿迪達帶隊七次面對愛華頓的勝率只有四乘三左右 不過現在雙方近況形成鮮明對比 阿仙奴當然要誠勝大勇取得一場勝仗 雖然英聯盃第二圈戰勝唐卡士打 取得新賽季各項賽事首場勝仗 但仍然無法掩蓋愛華頓開列階段低迷 聯賽方面愛華頓頭四輪只和一場輸三場 當中球隊後防線合共失八球 防守方面很難令人放心 另外進攻同樣是愛華頓一大難題 球隊聯賽至今只入兩球 就在上輪2比2打和錫菲聯一仗 中場杜哥尼和攻擊手單組馬上下半場各入一球 他們的進攻火力可說不足夠 值得留意愛華頓只將會完成轉換新的班主 不過就算如此 球隊目前的難題並非一招一直能夠解決 而今將面對的是阿仙奴 他們可說是內勢空空 對於愛華頓來講今將就算主場迎戰都空多吉少 陣容方面後衛 史密斯高文和中場職 夏里順都因傷缺陣 講回阿仙奴 上歸聯賽他們須收尾 以至於痛失聯賽冠軍 阿仙奴今季可以說捲土重來 在休賽期大開水後 先後重金隱瞞了夏威斯、迪加蘭賴斯 競爭力上升了 當然阿仙奴也得到回報 球隊開這階段取得不錯的戰績 聯賽頭四輪贏三場合一場 當中包括上輪逆轉萬聯的比賽 而聯賽至今 就算阿仙奴昆祥只是失一球 而進攻方面依舊保持水準 四場比賽入八球 由昆祥入到兩球 另外隊長兼中場核心奧迪加特 越來越如如得水 尤其在夏威斯、賴斯這些中場好手加盟之後 而夏威斯亦得到很大解放 上輪贏馬聯的比賽 正是他迅速攻入攀平比分的入球 來穩住軍心 為之後的逆轉進行了鋪電 而陣容方面後衛、添巴及中場拍敵 都因傷無緣披甲上陣 下載M直播APP 隨時隨地有歌看